来看到这群人漏夜排队到底在排什么 竟然是抢买房 台南市现在又出现了抢房热潮 这是位在台南仁德的一处建案 下午10点才开案正式销售 但没有想到前一晚就有30人 顶着10度的地温来到现场排队 还有人随地打地不休息 一早的状况其实也蛮惊人的 人楼绵延了好长 这接待中心一开大家蜂涌而入 想买房的民众就说 因为这个地方呢 其实邻近市区生活机能非常好 一瓶大概32万左右的价格也相当合理 又是小瓶数比较好入手 才会吸引大家来买 不过房仲也特别提醒 要小心不要被销售宣传给骗了 买房最好还是要互比三家才不吃亏 一开门大家拼命 挤好像是百货周年庆一样 卖了就买不到 但这里是台南仁德区的一家建案接待中心 排队强买房有多热络 前一个晚上就如此 冷搜搜夜里 几十位民众有人带桌椅报睡坦 漏夜打地铺 十几度的低温耐住寒冷排队 一大早更是夸张 十点开门前 人楼绵延好长 现场排队民众表示有收到简讯 直到新案开卖 这个区段临近东区生活机能好 开价约三十二万到三十八万左右 加上是小坪数 感觉较好入手又有潜力 有就是在二十几坪到四十 四十初这样子 其实那个大小还蛮适合小家庭 事实上这一两年来 新建案的排队景象不难看见 之前台南高铁附近的玉寿屋建案 一样是大爆满场面惊人 还有高雄桥头区 一开卖也是人潮爆炸 接待中兴级的满满满 我们提早来预购的话 我们可以选到我们所要的户数 以及我们所要的楼层 有方众表示 卖房前的宣传 确实会造成热络景象 消费者最好还是要货比三家 除了眼前看到的低自备款之外 签约前相关的付款交屋细节 都要特别注意 买房才能不采雷 华市新闻刘汉生台南报道 size 现在 pinpoint 桧